为了解决山战部落嘉湾部落目的不足的情况 部落族人经过资商同意权达成共事后 旭林湘公所生命礼仪所经过两年多来的行政作业 今年度纳谷墙即将动工 旭林湘民代表金云湘表示 经过族人们还有公所以及代表会的努力 要共同来解决多年的问题 旭林湘民代表金云湘表示 山战部落和嘉湾部落人口逐年增加 由于公路都是在三角下 要下站的空间也越来越少了 已经进入满账阶段 公所代表汉部落族人们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在今年度纳谷墙即将动工了 族人们可以说是相当的期盼 对 就在104年之前 很多村民都已经在提议说 希望我们能够增设纳谷墙 那在其实旭林湘有一个合法的叫 林湖塔的地方在民有 但是努力之下一直没有办法 所以在危机处理上 我们只能在地方建置纳谷墙 所以这个提案提醒相公所的时候 那经过调查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满账了 那这几年也透过相公所的努力 然后在这段这六七年间的时间呢 已经在米阿湾的地方已经有建置完成的 三战跟嘉湾也透过这几年的共识 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共识 就是在部落会议的资商统一权的部分 终于都能够完全的取得跟通过 所以这一两年就会陆续的施作 尤其今年呢 三战的就要开始施作纳谷墙 那还有嘉湾的预计在明年可能会施作完成 那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起的努力 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空间 建置纳谷墙 就是让我们的仙人有一个很好的空间 以及很好的环境 让我们在这边缅怀我们的祖先 修文营乡代表金香表示 110年11月10号 修文营乡第一座纳谷墙启用了 代表会同仁们和俄村村长 也前往现场见证历史性的这一刻 由于整体一乡是以族人们的宗教信仰 和太陆克族的图腾为主 让大家可以亲近 整体是以环保美化的方式来安葬 山上部落和嘉湾部的族人们 期盼纳谷墙的建制让仙人能够得以安自得以 记得将一曲线五道